這是家宜的名鄉鵝肉雞 當然很多人是為了要來這裡吃鵝肉 停一個車一百塊,要走得好人 外賣會對面火車走來走去 那就是要提供我們這裡有一棟立石建築的火車頭 所以來這裡不可以只顧車而已,眼睛也要顧 明鄉車站在2010年屬性 整個的鋼亭費用差不多是一億七百萬 是兩棟老館的鋼骨結構 外台又結出一個導氏夜台,差不多是295公斤 這是車站的大廳 因為是根本的結構,所以整個車站看起來輕輕輕 適合清建築的循環 到底是好在什麼地方呢 我告訴你,整個火車頭都不用吹冷氣 它這托木打開,裡面很冷 不一定要用冷氣 包括鄉市前的角度,聽說都有價值過 沖地統就可以了 現在很冷 不怪是綠建築 所以,老爺,若是坐火車來到明鄉想要吃蚵肉 在火車頭就要感受一下煮人風的涼爽